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AD Cafe,我是阿迪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豆子呢,是来自印尼的曼特宁 说到曼特宁这支咖啡,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过 甚至对很多人来说曼特宁是人生中第一杯单品咖啡 但是曼特宁这个名词的由来,其实是来自一连串的阴臭阳叉 据说在二次大战,日本占领印尼苏门达腊的期间呢 一名日本兵在咖啡馆喝到了一杯又香又醇的咖啡 便好奇地询问老板,这是什么样子的咖啡啊 老板误以为日本兵是在问他是哪里人 便回答说他是曼特宁族 战后,这名日本兵对这杯咖啡念念不忘 便请人运送了15公吨的曼特宁咖啡到日本 想不到,居然大受欢迎 曼特宁咖啡这个词,便在当时传了开来 所以,真的要讲的话,曼特宁并不是一个产区 也不是一个地方,它更不是一支咖啡豆 而是当地的曼特宁族 下次看到身边的朋友在喝曼特宁这支咖啡的时候 可以跟他补充这个冷知识 告诉他其实曼特宁并不是咖啡豆子的名称 曼特宁喝起来有特殊的药槽味 我自己觉得带有一点点的木质味 相较于其他豆子呢 它本身的浓郁感以及甜感就比较多 浅焙的曼特宁会比较容易带有药槽味 或是太刺激的酸味 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有一点距离 所以曼特宁通常会做比较深的处理 推荐给大家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点个喜欢 并且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未来这个频道还会陆陆续续 跟大家介绍各式各样的咖啡内容 因此不要忘了订阅 我们下次见 拜拜